俄罗斯卫生部澄清从未将武汉肺炎定性为人工合成病毒 武汉肺炎COVID-19疫情延烧 各地除了全力防疫 至此时刻网路上也不免流传许多真假难辨的资讯 近日有媒体报道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官方认证武汉肺炎的病毒是人工合成 亦是引发热议 然而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严正澄清从未说过病毒是人工合成 近日有消息传出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发布的新冠状病毒 《2019NCOV感染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临时方法建议》中指称武汉肺炎的病毒是人工合成 讲得言之早早还附上俄文的文件原本似乎煞有其事 然而许多网友与专家发挥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际查阅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发布的方法建议 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一回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更是直接采访了俄罗斯联邦卫生部 官方也正式澄清从未说过病毒是人工合成 然而许多网友与专家发挥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际查阅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发布的方法建议 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一回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更是直接采访了俄罗斯联邦卫生部 官方也正式澄清从未说过病毒是人工合成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的说法其实是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也许是蝙蝠冠状病毒和未知出处冠状病毒之间的重组病毒 重组就等于人工合成吗 当然不是 这句话只是描述了这次的病毒是混合式的 尚未找出中间宿主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金 22日在记者会上才表示 针对疫情随意乱爆料 让整个社会都乱了 考虑对爆料新闻开罚 但是在网路上谣言流传的速度似乎永远比澄清的更快 让人无奈 编辑 倪浩轩 NOW News 今日新闻提醒您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 疾管署持续加强疫情监测与边境管制措施 国外入境后如有发烧咳嗽等不适症状 请拨打1922专线或0800001922 并依指示佩戴口罩紧诉就医 同时主动告知医室旅游史及接触史 以例及时诊断 贱 鸳 刀 赌